今天是一个特殊探店 我们去探路边探的咖啡馆 我计划今天要探两到三架 可能后面也不是路边探 后面有几家蛮有意思的 什么铁皮屋咖啡馆 都是蛮简陋的 做不久的 所以我就想着一起做了吧 然后呢 现在先去那家路边探 我不知道它开了没有 按理说今天天气应该是开了 因为比较凉爽一点 因为它挺随性的 下雨不开 下雨不开河里 然后天热点也不开 所以你有时候看运气 我不知道它咖啡好喝不好喝 但我猜大概就那么回事 先去了再说 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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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BBQ 就是这个路边探咖啡 其实咖啡几时好像也见过 是吧 来一杯吧 冰美式四十 对 你喝什么 阿美式四十 好嘞 你也会比美式 它在巨树 大树 不知道去俱乐要干什么 是不是要搭什么东西 一般也不会莫名其妙的巨树 因为这个树 这里才卖一些豆呢 一个石的 Peach Blender 什么是90S 这是DoyChang的一个出产门 清light meeting 手机忘带了 在做咖啡 还要带了个这个 手压的 看着蛮惨 我们点了两杯冰美式 一个是中度烘焙的 一个是轻度烘焙的 尝尝嘛 深度的就 深度的有点不想喝 就是照着一个路边摊 然后就是之前开车经过好几次嘛 看它也挺有生意的 就是有时候出来有时候不出来 好像还有一家 有点忘了 下午再出来转的时候再看一下吧 因为今天早上就故意没有做咖啡嘛 就想着来喝一下这个 看看体验一下 价格是便宜的啊 40泰铢 喝热的还要便宜 35泰铢 无论加了多少糖 它依然有淡淡的苦涩 该有的东西一个不少 照一个卡丝炉烧热水 然后这儿就是手压 做一杯浓缩 然后再做一点冰啊什么的 突然发现这个机器好多年前是买过的 就叫做Star Resort 还是Star什么所 但我觉得钱用起来麻烦 人家用的就能做生意了 我用的就用了几次就丢那儿了 还挺贵的 好像一两百块钱两三百块钱买的 这还真是现场纯手工 做一杯咖啡时间也不短 三五分钟还是要的 从铮豆磨豆烧水压 也就是说理论上来讲 它就一小时其实也最多做个十来杯吧 对吧 我觉得真的做一小时可能也就十来杯 所以能赚多少钱 哎呦喂 吓死了 别被压死了 哎呦 它这儿有两个豆走过 估计都是香精豆吧 或者反正应该 一个是双重劳母酒味的 但便宜真的便宜 200克70泰铢 换算成一斤的话才多少钱 对吧 才30块钱 另外一个才200克 你把那个拿给我 这个是什么 那个蜜桃 反正都便宜 有买两包玩玩嘛 反正泰国这里咖啡真的便宜 哦 这是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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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 我想 OK 太尴尬了 我想怎么那么便宜 它是这个 一杯这个70 一杯这个50 它下面是买的 下面的就要200多台 我想那个太便宜了 我也那么划算 这是买的 这是应该挺酸的 是买酸 果味比较浓 干嘛 可以慢 这个清度烘焙的 就酸味比较浓一点 再加上泰国你看 多喝咖啡都是加冰的嘛 你冰完之后其实它的甜味啊 会那种更浓一点 甜和酸味更浓一点 就是有比较丰富的果味 我是觉得还可以 所以我一般 如果你让我在泰国喝咖啡 其实我不太爱喝那种太浓的 那种深度烘焙 好 这是夏小姐中度烘焙的 请夏小姐喝完之后 发表一些看法吧 这个酸的 你让我尝尝 还是我的酸 但没办法 加了冰嘛 加了冰以后 它的酸味会更加大一些 但它回甘的话也会比较浓一点 之后冷下来以后 口腔里的甜味起来满的 反正咖啡也就喝着完 说句实话 你要说多了不起也没什么 但好玩嘛 对吧 而且确实便宜四十太多 因为不想自己做咖啡 或者就路过这里的时候 骑摩托 你就停下来买杯咖啡 唯一的缺点就是 做的时间有点长 一杯咖啡平均应该五分钟要的 然后待会我下午 我想我再去一下铁皮咖啡馆 那夏小姐估计大单院 她不去了 她比较懒 我倒去看一下 我想把这几个视频剪一起 因为这种咖啡馆都 你也没什么环境好拍 口感也就一般 但挺有意思的 就也坐不久 因为天也热嘛 那个铁皮屋咖啡馆肯定没空调 就风散吹一下 铁皮屋咖啡馆没开 你怎么没开 刘哥那个是买的 不是咖啡馆 咖啡馆是在另外一个地方的 我去看一下 反正还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那个 昨天 前天 大前天 经过的一个 那个 都是有稻草屋的那个 我也去看一下 反正两个咖啡馆 至少去一个 或者就两个都去 好吧 那今天就是花八十菜出 喝了两杯咖啡 是我们到目前为止 最便宜的一次咖啡馆餐点 如果这个算做咖啡馆的话 这种VSPA就是 样子蛮好看 实用性很差 前面挂个轮胎 你说 哈 是吧 有什么用啊 这怪怪的 150的 谢小姐同意的话 我也想买一辆这个 哎呀 VSPA还是蛮想买的 比西夏小姐不同意现在 这家集装香咖啡啊 来试试看 不知道咋样 太热了 这种咖啡馆 你知道吗 西夏小姐果然没来 不肯来 我来尝尝试一下 叫Emper Special Coffee Open 这咖啡馆太热 你知道吗 其实你说环境倒还好 其实景色都还可以的 这一片道具 但最大的缺点就是 没有空调 诶 这有空调的 里面有小小间有空调的 那还可以 这也最佳 好的咖啡 咖啡 喝什么咖啡 这家咖啡老是不便宜的 贵的 I have not tried this Signature Black Demon 180一杯 在泰国是属于非常非常贵的了 这家咖啡蛮贵的 冰咖啡多了 冰美十八十 这是在一个集装箱咖啡馆 我坐在集装箱里面 面对的是一个稻田的景色 这家咖啡馆 从这外面来看呢 就是一个集装箱 其实实际也是一个集装箱 然后装了个空调 环境还可以 但是说实话 我没想到它那么贵 一杯咖啡 180 三十几块钱人民币 这个 差不多就是上海的价格了 那在泰国这个就很贵了 我早上和夏小姐两个人喝的那个才80台铸 当然它这个是冷脆 还有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具体好不好我就不知道了 如果天不热的话 坐着确实还可以 就是环境 还行吧 也不是说真的特别好特别好 因为这个稻田还不够大 后面就是一块广告牌 还是有一点点影响观感啊 就稻田要再广阔个大概 就是这个深度啊 再翻个三倍啊 那就还可以 最好后面还有座山 那就很好 现在的话就还行吧 其实我对它的咖啡 并没抱很大的期望啊 看还有一些小零食 薯条50 这种倒是不贵 我应该都是超市买的 汉堡70 这种都不贵 咖啡特别贵 希望它有让我惊喜的表现 但我不会抱有太大期望 欣赏一下黑钻咖啡 钻石不见得有金箔石有一张啊 看着天园风光喝一杯黑钻 待会尝尝看味道 好了啊 这个咖啡叫做黑钻 Black Demon 冷脆9号 这是什么 插口不知道什么东西啊 肉桂吗 加柠檬汁 加 我待会翻译一下 这些都是什么一台 加点牛奶 上面有一个 上面有一个金箔 闻一下 八角肉桂 花头筋还蛮足的 好喝不好喝 不晓得 这杯一百八的咖啡呢 有点一言难尽 一言难尽 一言难尽的意思啊 就是花里不少的咖啡 柠檬汁味太浓了 都喝不出咖啡味道了 然后 肉桂和八角吧 更多的就是装饰品 你看看 这种地方它是不可能泡得出味道来的 对不对 然后金箔提升它的价格 你有个金箔看起来高高级一点 虽然这个金箔可能也不值钱 这个黑布拉基这不知道什么东西 翻译的呢叫做木炭 应该不会真的木炭 冷脆 我觉得它这样是有点浪费的这个冷脆的口感 就是喝的口感还是蛮爽好的 但你更多像是一个柠檬 柠檬汁的感觉 你知道柠檬和这个牛奶 其实是不能很好的融合的 对不对 这应该知道吧 就是会融合成一个什么什么酸钙 其实对身体还不太好 它上面放了奶泡 又加柠檬汁啊 你看 它如果往下倒了以后 它就变成了这种 我不知道拍不拍得出来啊 就有点一粒一粒的那种牛奶 其实是不太好 对肠胃消化也不好 我觉得它这个做法只是纯粹的 瞎融合了一下 咖啡不是很值得 但尝一尝也就算了 这个价格我觉得它最多卖的一百一百二 就这个价一百八太太夸张了 在清卖这个地方太夸张了 先不说环境 对吧 口感你也不值 应该不太会再来 刚才喝的那杯咖啡太贵了 大商元器 一百八十泰铢 这个在清卖是天价了 反正我还没喝过这么贵的咖啡 那么算上早上和夏小姐的两杯咖啡八十泰铢 那现在就是三杯咖啡两百六十泰铢 摊一下 匀下来一杯咖啡也要八十几泰铢 这个还是有点亏啊 所以我现在觉得再去一家咖啡馆 把这价格再往下匀一点 这样就划算一点啊 现在的话觉得太贵了 好又到一家咖啡馆啊 上盲碳咖啡馆就遇到了 但觉得没空调 然后只有几个稻草屋 然后夏小姐不愿来啊 就这家 然后今天一个人我来试试看 我觉得这家咖啡馆应该价格不会贵 可以把我的这个军价给摊低一点 那我车子停哪里呢 咖啡馆在哪啊 市政门口这家吧 应该是啊 估计还有点泰国的减餐 就停门口吧 摩托车应该无所谓 摩托车应该无所谓 对就在这儿 Coffee The local coffee house Local很本地的乡土的 点一杯吧 其实这个环境也真的很本土啊 几个稻草屋搭了一下 这里坐不久 我今天天还好 今天没那么热 随便坐着喝点嘛 Coffee cup Americano cold No sugar No sugar I want to meet in No sugar 50桌一杯 其实这种乡村咖啡馆 这是正宗的乡村咖啡馆 这蛮有意思的 对吧 就是你说环境好是谈不让好 但你说你在这儿坐着拍个照其实还可以的 对吧 还做了一些小心思的一些那种东西 这花不知道真的假的 应该假花 真花很快就会枯萎 名字也挺本土的 Local coffee house 8点到17点 也能看看这个稻田 就是咖啡做的比较简单 就普通的那种咖啡豆子抹一抹粉 用咖啡机做一杯美式 加点冰 其实味道也不会难喝了 刚才那杯180的花里胡哨的 你说能有多少喝吗 觉得也不见得 泰国小妹妹长还蛮健康的啊 清秀健康 坐哪里呢 这种地方啊 盘腿坐呢 确实也不会很舒服 还是找个正常点的 不过这个时候你就看得出来 他们就真的啊 这种椅子和这个桌子啊 就你看 什么呀 找个有靠背的吧 这儿吧 这儿坐坐 拍两张照 哎呀 今天探三家店 咖啡硬满满的我 就追咖啡 其实啊都差不多 如果在泰国喝那么多咖啡啊 美食啊 什么的 说真的就差距不大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大部分都还用冰化开来了 这种东西啊 就是你的再好的豆子 你用这种方式冲 其实也很难就是能够品出一些什么特别的精华 更不用说其实有些味道就是太细微了 就是你真的也不是一般人的舌头能够品尝得到的 所以说在泰国嘛 喝咖啡就不用讲说太多了 就反正就喝就完了 反正大部分都便宜了 除了刚才那一家一百八的那家不会去了 太贵了 它确实是不值不值这个家 从环境啊到什么 因为像是在泰国比如说像是无咖啡 我以前说过的就是挺有名的一家咖啡馆 挺漂亮的 环境非常漂亮的咖啡馆 它像你正常喝一杯普通的咖啡馆 可能没有它那么花哨啊 基本上也就一百一百一百二吧 对吧 它一百八 然后就因为它是冷脆 再加了点乱七八糟这些东西嘛 然后我觉得做法其实不是特别好 应该后来它有点有加了点巧克力粉的 就是上一个那咖啡馆啊 就有点巧克力的回味 但是我觉得它牛奶和柠檬汁 放一起真的是一个很错误的一个示范 嗯 就刚才也说了嘛 就好像会是叫碳酸钙还是什么 这东西是对消化不良的 这个做法是不对的是吧 他们也没想过这个问题 就可能就觉得 哎我我加了这个柠檬汁就有维生素C了 我再加点牛奶 然后他又有钙对吧 营养也很丰富 口感可能也很丰富 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情 所以说那家咖啡馆满失败 还不简简单单 就一个冷脆 那个冷脆其实口感我觉得应该还不错 应该很清爽干净的那种口感 我说句话 你说冷脆真的有多高级也不见得吧 像这种就冰美式也还行 这种中度烘焙的 我早上喝的是一个轻度的有点酸 那有点太酸了啊 所以现在喝的是中度的 中度的中度的我觉得还算比较均衡吧 果香啊和一些其他的那个 都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啊 喝的你也蛮爽口 然后泰国现在天气也开始凉快了 主要是今天没有太阳 看一下啊 今天是多云的天气 最最舒服的 然后小风一吹 再喝点冰的东西其实就够了 觉得这样的日子 等到七八月份会再凉快一点 那那个时候就很多在户外的那种咖啡馆 其实你就都能去逛了 我当然到那时候也有一个缺点 蚊子就真的越来越多了 现在蚊子没那么多 等到雨季以后雨水一多 蚊子是不是也是在那个季节繁衍的比较厉害 我记得以前到那个时候就都有那种 登革日啊什么情况就有出现了啊 就是蚊子传播的嘛 反正今天的探店也就差不多这样 反正给大家看一下 就只有第二家点 我以为他是青铜 没想到进去却是王者 但可惜这王者不是一个口味的王者 而是一个价格的王者 然后正常的就是这种比较本土的一些点 就是像早上的那种路边摊四十泰铢一杯 像这种就是五十泰铢 或者再贵一点五十五泰铢也就这样了 上到七十泰铢的 在清卖就已经算是比较贵的啊 这个价格大家有一个数就行了 当然对我们来说 其实贵个两三块钱 真的是也不差太多啊 但是还是要有相应的一些配套吧 至少你贵一点 那你环境好看一点 服务我也不指望 没什么特别的服务 就喝杯咖啡 口味也没指望 那环境好一点 那他刚才那一家环境也就那么回事了 拜拜 好了三家咖啡馆的谷歌地址就放在这里了 其他就不多说了 该吐槽的也在视频里面都吐槽了啊 大家想去试试们也可以 反正第二家是绝对不推荐的 太贵了 好吧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的话 请给我一键三连或者长按点赞 或者关注订阅 谢谢 再见 请不吝点赞 不关注订阅